开口这个人身上披着一件紫色的貂皮大衣 手中一杆长枪 胯下紫黑色的乌金宝马 给人一种气势非凡的感觉 这个人就是战神俊的执法堂首座紫妮 哼 小子 你口气这么大 真的是嫌弃自己命长了吗 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 你现在就提枪上马与我单挑 我看你能在我手底下坚持几秒钟 徐阳话音刚落 不曾想这小子居然这么冲 直接打马上前 口中还在不停的叫嚣 然而这一次 徐阳真的是懒得亲自出手了 就面前这个叫紫妮的家伙 虽然实力也不弱 但却早已经无法和徐阳麾下的五天王相提并论了 这种垃圾货色 根本没必要踪中你亲自出手 还是让我来替你解决它吧 浪仙话音一落 亲自出手 腰间那一把金刚长剑顺势飞出 剑芒释放出的颜色光芒 立刻将眼前的紫妮全部视野完全封锁 这一刹那间手起剑落 紫妮人头落地 什么 岂有此理 这些大胆狂徒竟敢伤害我们手作 兄弟们 跟他们拼了 让徐阳没有想到的是 这战神郡一脉执法堂的人 一个比一个凶悍 再看到自家手作就这样轻描淡写的被斩杀之后 竟然没有丝毫的畏惧 全都不顾一切的冲上来 就要和徐阳众人拼命 罢了 有些人他就是骨头硬 头铁 不让他们经历一些事情 他们永远都不知道自己是多么的渺小 徐阳无奈的摇了摇头 突然胯下火麒麟冲天而起 竟然就这样单枪匹马 主动迎上对面冲上来的 数以千计的执法堂弟子 简单轻轻一个挥手的动作 徐阳手中长枪扩散出一道无比强大的气浪 奔腾之所在 所有的执法堂弟子 顷刻之间就被斩了头颅 只一个照面的功夫 数百颗头颅就这样疯狂脱离这些身体 果不其然 在看到徐阳此番强势出手 彰显出的强大实力后 布周俊那个执法堂手作 也开始慌了起来 毕竟他自问 自己的实力比之紫泥 也不过是在伯仲之间 放在眼前 跟徐阳这种强者相比 那是屁都不如 真是一种讽刺呢 刚刚说我们是狗屁 现在你们却连屁都不如 彻底沦为一个笑话 不过这些 都已经无法改变你们的命运了 今天不管是谁来 你们这里的所有人都要陨落 武天王也不给这三大郡城的 执法堂战士们任何机会 直接下令发起冲锋 是要将这里所有的人全部站上 因为执法堂往往就代表着 一个郡城的尊严和硬实力 要是不给他们带来一些毁灭性的碾压 这些人永远看不清真正的形势走向 要是和这些普通民众打交道 徐扬一定会改变自己的策略 可和这些执法堂的家伙碰撞的话 只有将自己的实力发挥出来 让他们经历成真正的绝望 战场作战持续了大概一刻钟的时间 现场三大郡城 足足三千名执法堂战士 全部被斩杀了个金光 仅仅只剩下这两个郡城的执法堂首座 成为了仅有的两个幸存者 此时面对着徐扬火麒麟霸气的风姿 两大执法堂首座 终于还是无奈地跪在了地上 低下了他们原本高昂的头颅 也正是在这期间 武天王亲自带人 将那被困在这周围四百多号马匪兄弟 全部营救了出来 你们两个今天可以不用死了 各自回到你们的郡城 告诉你们郡城的臣民 圣火神宗的势力 马上就要遍布整个联盟 大凡是执法堂一席 不想归顺的 我给你们三天的时间 速速离开联盟范围内 三天之后 我会亲自带人来接手三大郡城的控制权 像你们各自的郡城 都差不多亲自出来迎接 要是让我不满意的话 你们知道后果 徐扬用冰冷的目光 分别扫了面前这两大执法堂首座一眼 记住我的话 不要想着打什么歪主意 就算你们能够掰来什么救兵 也一样无法弥补最终的结局 只要有我阿阳圣火神宗的势力踏足的地方 臣服是你们唯一的选择 这一战 徐扬仍旧是选择了点到为止的方式来处理 同样 他也想试探一下联盟方面的动作 因为徐扬担心自己推进的幅度过快的话 很可能会产生难以想象的严重后果 那就是提前过早的惊动皇室 而事实上 徐扬这样的试探并没有太大的意义 因为常乐郡所在的整个联盟 放眼整个北域都是排不上数的末等存在 根本没有多少真正的强者在意这边的情况 三天后 宗主 大事不好了 布周郡那两个执法堂首作王不但 在被您宽恕之后 非得没有传达您的意思 反倒亲自前往联盟 上交了有关我们常乐郡所谓的失踪罪 并且将圣火神宗的存在完全丑化了 现在联盟第一势力安平郡 已经将我们常乐郡当成联盟的污点 已经联合招揽联盟内的八大郡城 总共五万执法堂联盟军 朝我们这边杀了过来 这样的消息传出之后 堂中五天王 包括坐在主位上的云三爷 也都忍不住慌了神 徐扬却是笑着摇了摇头 根本不是这么一回事 如果联盟领袖团队 不想以我们为敌的话 就算那两个废物再怎么哭诉 他们一定会置之不理 找机会推脱的话 此番他们这么容易 就联合号召大半个联盟的郡城势力 共同讨伐我们 说明联盟领袖郡城安平郡的最强势力 已经对我们的迅速发展心生忌惮了 他们就是要趁这个机会打压我们 以稳固他们联盟领袖的地位 宗主说得不错 那些人不过也是考虑到自己的利益 哪有什么维持公平可言呢 以我看 咱们就和这五万联军血战一番 虽然我们的胜算很渺茫 却也不代表我们没有一战之力 如今我们的实力在宗主亲自调教下 都有了长足的进展 真是要拼个你死我活 大不了两百俱伤 也一定不要让他们讨到便宜